高雄一出消防分隊門口 停著一部計程車 小黃問講跟客人起爭執 甚至還驚動警方鬥場 而高醉酒不斷指手畫腳的 這名男子竟然就是 消防分隊的小隊長 他帶著隊員們上酒店 在計程車上吐了 吐得到處都是卻不負責任想走 不給清潔費也不清乾淨 時刻凌晨12點多 大聊分隊的吳姓小隊長 帶著四名隊員 從市區的酒店搭計程車返回分隊 結果在車上亂吐一通 問講要求收取清潔費 不然就是要負責擦乾淨 不過小隊長卻不肯 雙方爆發了激烈口角 警方貨報鬥場 小黃問講指控警銷屬於同一體系 根本都在為自己人講話 政風單位調查後證實真有此事 後續也會寄出懲處 就在自家消防分隊門口大鬧 還被起底身分是小隊長 重創形象 對社會觀感會比較不好 就有點打折扣一點 他是公務人員 他應該知道自己該幹嘛 不該幹嘛 如果他有好好跟計程車司機 道歉有賠錢 我覺得應該還算可以原諒 其實我知道這種軍警銷 這個都是衛免服務 壓力一定都比一般人還要大 休假都會出去喝一下 或是說放鬆一下這樣 消防為公務人員之一 小隊長帶隊上酒店 結果後還與人起口角 嘔吐不肯負擔清潔費用 雖然是休假期間 也讓民眾覺得觀感差 東山新聞 洪寶欽在高雄報導